第一次的禮物 欢迎收看GV again to the Family 我是Teacher Vicki 这是Pau 哈啰 各位爸爸妈妈 阿公妈妈 大家晚安 晚安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认识我的 在在三天两夜 其实郝老师非常的挣扎 在三天两夜之前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地震让我们整个台湾人 都快被震呆了 那郝老師也非常非常的害怕 但身為老師 我總覺得有一股特別的熱忱 在出發前 其實我有做了備案 但我真的蠻感動的 我們WinWin的家長 對郝老師的信賴 讓這一次的三天兩夜能夠沉洗 因為在我發出去的 一百多夢Line裡面 幾乎沒有家長告訴我說 郝老師你還是取消吧 大部分的家長都是告訴我 幾乎百分之九十八的家長都告訴我 郝老師我們相信你 只要臨在一切Safe 這句話對我實在是太有Power了 所以在這三天兩夜裡面 我們非常非常的累 其實我每一年半 這個三天兩夜有一個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孩子們了解 在我們最累的時候 其實當然有一個最愛的人 在等著我們 那剛剛前面播出來的 這些影片的小朋友 都是郝老師的學生 我也希望讓其他的小朋友感受到 其實這些學長學姐 他們之所以這麼優秀 都是因為他們花了很多 很多的時間準備 那我們今年呢 YC的主題呢是 Tisha Vicky 可以告訴大家是什麼嗎 校長應該記得吧 今天是感恩還有傳承 為什麼我們兩個人從來沒有一起手牽手走出來 那因為這就是一份傳承 我想我把所有的青春都貢獻給教育 我也希望呢 牽著Vicky的手讓他能夠再傳承到 我們的下一代 那我想我們整個家族都會教育在努力 那郝老師希望把這一份傳承 能夠一直的傳承下去 那我也希望孩子再看到這些學長學姐 他們這麼樣的 我想他們的表現這麼樣的棒 這絕對不是一天造成的 這是因為他們一直的努力 一直的努力 那我讓這些孩子看看 那在三天裡面 我們可以呈現出什麼給家長 我想我們盡力的 但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呈現出最完美的一面 代表我們還有更長遠的路要去努力 就像剛剛所有的兄弟姐妹 其實郝老師讓他們看看你們手牽手的樣子 其實這些兄弟姐妹要他們手牽手 有時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告訴郝老師的都是我願意 或許你們剛剛看到他們的呢 他們並沒有把孩子背熟 但這不是這一次的重點 郝老師希望讓他們看看 我們即使在最短的時間內 只要我們願意 我們還是可以把很多的事情 呈現最完美的一面 或許家長呢 覺得我們沒有背得很熟 但沒有關係 只要你們願意走上台 先克服上台的這一份憧慮 不是每一個人在這麼大的舞台上 都可以拿著麥克風 這麼輕鬆的講話 就像我們已經講了快30年了 雖然我今天我承認 我完全沒有準備 但無所謂 為什麼 因為你們一定可以感受到 我們這一份溫暖跟愛 那今天呢 我要介紹一份一個很特別的阿公 就是我們北部國小的陳老師 我要特別的 我們要先歡迎我們的陳老師 帶著他的孫子 孫女 我們來歡迎一下 請來跟Crystal一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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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陳老師 陳老師 陳老師今年幾歲了 七十六歲 各位爸爸媽媽 陳老師今年已經七十六歲了 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陳老師在北部國小 服務30年以後退休 我想這邊大家點從螢幕裡面看到 他在七十一年能獲斯多獎 他是北部國小一百年來 唯一兩位獲得斯多獎的老師 其實國小老師要獲得斯多獎 非常的困難 那裡面我倒是覺得這不是一件 我覺得 對陳老師來講 還不是一件讓他覺得最 最開心的一件事 我想最開心的一件事情是 陳老師一直到現在 都還在北部國小服務 你看看陳老師今年七十六歲 各位爸爸媽媽 剛剛他在後面 我請他坐著 他都說不用 郝老師我平常就都站著了 因為郝老師 陳老師一直都還在 為籃球界做服務 陳老師把他家族所有的孫子 都交給郝老師 這真的是一份很榮耀的事情 我想這就是一份傳承 這個陳老師的家族也都是老師 那陳老師今天他們家的大孫女 今年已經要 已經大學了 即將要出國 他的第二孫女今年也大學了 那再來呢 我們來 他身邊這兩位他最愛的孫女 跟這個小孫子 我們的Pistol跟Eason 那也麻煩Pistol跟Eason 在這邊呢 跟阿公獻上一份深深的愛吧 我們該怎麼做呢 你們想怎麼做 先跟阿公舉個禮 舉個瘋吧 好我們擁抱阿公一下 擁抱阿公一下 我們謝謝陳老師 在教育業為我們的貢獻 我想有很多的人都默默的 在為教育貢獻 就像剛剛郝老師講的 我想一個真正有學問的人 不管那個學問有多棒 我想犧牲奉獻才是可以帶給我們 下一代最真實的一面 那今天呢 郝老師很開心 陳老師呢 把這樣的傳承交給我 我也希望呢 我們繼續努力下去 謝謝大家 辛苦你們了 謝謝